第28集 不是我 火焰不断地燃烧着 燃烧着离火旺的一切 它的样子正在逐渐向着焦黑的手三靠近 不知是吃进去丹药的原因 还是回神火焰的原因 离火旺看到的一切都开始产生畸变 四周应该不再动弹的海骨 开始如同树木般生长起来 一边生长一边还光怪陆离地扭动着 随着离火旺的嘶吼 火焰仿佛找到了一个入口 瞬间钻了进去 开始从内部灼烧它的骨葬六腑 悬扬逍遥 是时候了 手三走了过去 伸手把离火旺腰间的大千五扑在它的面前 被双重痛楚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离火旺 透过重重火焰看了过去 此刻他看到面前的大千鹿不再是并排排列的竹简 而是变成一条条蠕动的肉虫 身体带着古怪蚊子的它们整齐排列 形成一排极为古怪的肉简 这 这到底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 离火旺此时感觉到自己的脑子又乱成了一锅粥 又或许在烈焰的高温下 它的脑子已经成为了一锅粥 从四面八方已经脱下袍子的凹井 叫众们逐渐围了上来 他们拖着那残破的身体 按照某种规律 以离火旺为中心环绕盘作 不过在离火旺的眼中 他们现在所有人都是血肉模糊的各种怪物 首三看着烈焰中的离火旺 稍稍后退一步 小友 你别忘了自己来本教的目的 现在时机成熟了 该打开通往苦海的门 重新再见八回了 离火旺用那同样在燃烧的双眼看向了他 你骗我 这一切都是你骗我的 不 老夫没有骗你 只不过这恰好是个机会 所以才少家利用罢了 你难道不想摆脱你师父吗 只要你把八回召唤出来 长老们有办法搞定缠在你身上的丹娘子 无比痛苦的离火旺哀嚎着 举起那焦黑的双手 轻轻地烂在那些刻满明文的肉虫上 这一刻他无论是身体的痛还是心理的痛 都开始逐渐变化成另外一种东西 就如同之前一样 一种极其恐怖绝望的气息 从离火旺身上弥漫开来 让在场所有人都感觉到站立不已 这种绝对不属于凡界的力量 这种场景离火旺非常的熟悉 这些都是八回现身的前奏 他的五官感知也开始扭曲融合 刚刚无云的天空骤然变色 看到这一幕 手三兴奋起来 他的身体开始颤抖着 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折腾了这么久 终于要来了 然而很快 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想的一样发展 一切的异变刚开始很激烈 但是很快趋于瓶颈 怎么回事 激动的手三下意识地看向离火旺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瞬间 他感觉到对方有些不太一样了 也在同时 离火旺正在缓缓地把双手 从大千路上抬了起来 他的声音中不再痛苦 而是带上一丝疑惑 你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难受 他们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没有任何东西来约束我 我杀几个人又怎么样 谁还能说什么不成 这地方若肉强食 他们若他们就该死 不是被我杀 就是被别人杀 真的好笑 我愧疚什么 更何况 这一切 说不定都是熬尽叫的那帮子女狂骗我的 这话一出口 离火旺就感觉到自己身上那山一般的压力不翼而飞了 看着忽然变了一个人的离火旺 首三有些忐忑 小悠啊 你是不是被你师父影响太深了 坚定本心啊 小悠 你难道想彻底被你师父脱射吗 说完这话 首三就看到烈焰中的离火旺 双手猛地抱住脑袋 表情痛苦地挣扎起来 开始自己跟自己吵架 死了就死了 关我们何事 你是大善人吗 自己都活成狗屎样子了 还要功夫断别人 胆样子 滚住我的脑子 把他三个我做主 休想再影响到我 随着他的呐喊 四周异变的天晓 还有恐怖的气息 也在随之扩大又缩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还是向小改变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离火旺再次感觉到 四周的一切骤变 身上的跟内心的极致痛苦 迅速远去 安静祥和包裹了自己 他再次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正在穿着束缚衣 躺在轮椅上 被自己母亲推到医院的院子里 晒太阳 疼痛跟痛楚 在瞬间离他院去 离火旺往惊魂未定的大口喘着气 被各种事情折磨的 他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干 就想安安静静地歇一会儿 儿子 儿子你清醒了是吗 孙小琴惊喜地发现 自己儿子跟之前疯疯癫癫的样子 明显不一样 会用眼睛看东西了 离火旺看向自己的母亲 表情十分复杂 妈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想去那边 在那边我活得真的好累啊 孙小琴双手心疼地 把他搂在自己的怀里 没事啊 不怕不怕 这些都是幻觉 都是假的 没事啊 离火旺闭上眼睛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 说真的 他现在真的很想逃避 他不想再受苦了 跟这边的安静祥和 还有自己的家人 跟杨娜相比 那边简直就是地狱 刚刚发生的事情 仿佛这时候 才追上来一班 钻入了离火旺的脑子 他的表情开始痛哭起来 妈 你说 你说我是谁啊 你是离火旺 是我儿子 那你儿子 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离火旺痛苦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迷茫 孙小琴的手 在自己儿子的脑袋上 抚摸着 林火旺是个好孩子 他带人真诚 懂事 学习努力 你还记得初二的那天下午吗 那天在公交车上 你不是看着那个 听着自己母亲的那些话 李火旺回想起过去的种种 回想起自己做过的那些事 来到这边经历太多太多了 多到李火旺都忘记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 自己变了 想更坏的方向变了很多 不单单是受到单养子的影响 同样也是那个世界所影响 渐渐的 他的眼神开始逐渐坚定起来 是啊 这才是我 这才是真正的李火旺 那多疑又愚蠢 容易被人骗 没有任何善恶价值观的不是我 那是单养子 那不是我